900克荆棘中加一茶匙小苏打 一茶匙盐 再加适量的清水浸泡10分钟 这样可以充分去除掉农药残留 并起到杀菊的作用 10分钟后将每一个荆棘都认真地搓洗一下 现在正式吃荆棘的季节 秀秀今天给大家做一道非常好吃的荆棘蜘剑 洗干净之后我们将荆棘对半切开 再将荆棘里面的籽去掉 如果你有更好的气质的方法 也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留言给我 加300克冰糖 将它拌匀 盖上保鲜膜 放冰箱冷藏 颜值两小时以上 两小时后将腌好的荆棘 倒入平底不粘锅中 开中小火先将冰糖慢慢的融化 这里呢不需要再另外加水了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时不时的翻动一下 熬制像这样冒泡 放少许的盐 将它搅匀 继续慢慢的熬煮 带荆棘熬制这样的粗度 而且呢荆棘都非常透明就可以了 将完整好看的荆棘呢我们就裹在电油油脂的烤盘上 剩下的这些糖水我们可以装起来冲水喝 放入提前预热好的烤箱 上下火100度中层烤一个半钟 中间我们可以翻一次面 我们的荆棘蜜腱干就烤好了 烤好的蜜腱我们再裹一层呢糖粉或是棉白糖 烤的时间的长短 只见它决定蜜腱的干湿程度 这样做出来的蜜腱干呢放一年也不会坏 吃一口极香味非常的浓郁 甜蜜十足 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家试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